67岁的国宝级演员芳芳、周正芳,近年来移居大陆,日前接受大陆央广电台访问,提到两发掌说引起两岸热议,没想到近日受广播观点专访时,再次提出个人观点,直呼两岸和平统一,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使命,争议言论再次引起讨论。 方方近日与广播节目主持人唐湘龙进行视讯访谈,对于先前的两巴掌说受到大批网友攻击,他坦言我一点都没有委屈,我只知道这些人会扭曲,他比喻家里的小孩有一个不乖,难不成全部都打吗? 为什么要搞得好像要打台湾,关系如此紧张? 接着方方不客气的直言,放着两岸和平的康庄大道不走,非要搞独立,你独立的起来吗? 另外,唐湘龙也问道,当时接受央广专访是怎么促成的,他则解释他们只是想了解他在大陆生活的感想,老百姓说一点自己现在自己的生活,自己的感受,怎么了吗? 并不如大家所说,是受人指使成统战工具,但如果真有人要他当,他也心甘情愿做这件事 访谈中,方方也提出对大陆的看法,他认为大陆的建设傲视全球,能让每个人民吃饱穿暖相当不容易,也感叹,现在是中国人活得最幸福,最有尊严的时候,引发讨论 事实上,方方日前接受大陆中央广播电台看台台访台时提到,台湾就像小孩不讲理,打两巴掌他才知道厉害 另外,他上月还曾在抖音上传一段参加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影片 影片中他晒出自己的大陆拘留症,情绪激动地表示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他在与唐湘龙的访谈中则解释,会拍抖音单纯只是想记录自己在大陆的生活 并没有什么人背后指使,只是与时俱进罢了